就差最后一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刚才如果说给你一棵树 让你把这棵树的三种不同的便利顺序都写出来 现在能写出来了吧 好紧接着我们就要反推了 反推的就是给你右边的这些 看一下给你这样的一个序列 让你把树画出来 能不能画出来呢 对给你这棵树让给你右边的便序序列 然后让你画出来的话 怎么来画就差最后这个问题了 那这时候也就是说 现在先想一下啊 我们不去管层次便利 层次便利的话 那好说我是不是从头往后去走 因为是一个完全二叉数的话 这是最好写的吧 所以不会去考你这个层次便利的话 就是给你下面的三种顺序 而且给你三种顺序的话 完全都是说不必要的 只要给你当中的两种顺序 你就能够写得出来 哪两种顺序呢 只要你的顺序当中包含了一个中序 就可以写出来了 也就是说你可以给一个先序和一个中序 那我就能写得出来 你或者给一个中序和后序 我也能给你写出来 但问题就是你不能只给先序跟后序 如果你只给先序跟后序的话 是没有办法确定一棵树的 因为你想的情况是什么呢 看一下 情况就是 我们再去写的时候 中序的一个特点 是不是跟把左跟右分开了 对吧 那如果没有中序的话 你看左右是不是分不开呀 左右是不是永远连在一起呀 这就是说 为什么三种顺序当中 一定要给出一个中序来 给出一个中序的话 我就能把所有数当中的左右 给你分开了 分开之后 我就能把数写得出来了 所以现在就教大家 怎么来去给你一个序列 把数画出来的 看一下 我们把它拿过来 给你一个序列 这个序列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还是把这两个结果拿出来吧 这是先序 这是中序吧 所以我们直接拿过来 上面的所对应的是中序 对应的是先序 对应的是先 后面的对应的是中 好 现在给你这样的两个序列之后 一道题就是说 给你两个顺序之后 让你把后续便利的结果给我写出来 也就是说不给你画图了 一上来就给你两个先序跟中序 好 问题就是你把后序的结果给我写出来 那也就是说 要求我们必须先把数的样子 设定出来 我们说他能写得出来呀 所以先来画数了 先来画数了 那这时候怎么来画呢 怎么来画 先看一下 先序的一个特点来说 先序的特点就代表的是 先是跟 左 右 对吧 跟左右 然后中呢 中序代表的是 左 跟 右 对吧 好 我们把这样几个特点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紧接着来看 这道题怎么来写 那你想的情况下 对于我的先序来说 我在最终输出的时候 那这个零永远 也就是说这个根 是不是得整个在所有输出序列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数的根呢 这是第一点的吧 所以我一看 看先序的话 我是不是就把整个数的根确定出来了 确定根 也就是说 数的根是不是就是零啊 数的根确定好之后的话 紧接着后面这部分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处理了 没有办法处理这时候 我们就要用到谁了呢 用到中序了 好 用到中序的时候 紧接着看一下 中序的一个特点 是不是就跟把它分成两部分了 那我是不是已经找到零 是作为根了 所以零是不是就把底下的序列分成两部分了 也就意思是说 这边部分的这些序列应该是一棵树吧 对吧 这是一棵树 那紧接着我就可以看了 这棵树一定会位于零的左半部分吧 那好 零的左半部分 这棵树的根是谁呢 根的树 这棵树的根是谁呢 看一下 那好 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个根把上面这部分也分成两部分了 看一下 738194 无论你在先序当中做的是什么样 它是不是得连到一起啊 256对应着526 是不是也应该对到一起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必须得有一个工序 它是用来把先序当中的那部分左右分开的吧 所以这时候你看左边是不是就分开了分开之后这个东西代表的是一棵树吧 这一棵树它是不是还是按照先序来的 那你想先序来的根是谁 是一吧 所以这时候我是不是又找到第二个节点 这个节点应该位于零的左部分吧 所以这时候找到了它的这个节点应该就是一吧 找到一了之后紧接着再来看一是不是对于左边这棵树的一个根呢 那好 再看一在中序当中是不是又分为两部分了 分为两部分的话 那紧接着看这个378就代表的是一的左边的先序吧 那一的左边的先序先序的根是谁 是三吧 然后紧接着是左右吧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特点应该是三是这个一的左指数的根吧 然后紧接着它的顺序应该是378对吧 这点能跟上吗 378那你想这时候对于1738这个东西是不是处理完了 我紧接着要看一也就是说这颗树所对应的右半部分了吧 右半部分分割出来的是94吧 所以对先序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先序当中的94 是不是分成这样的方式了 那也就意味着它的顺序应该是40根吧 40根吧 看一下 4是不是根呢 所以这时候 这时候看一下 这时候我说的是这个部分是4吧 那4完了之后紧接着这个地方 4后边是不是有一个9啊 9这个东西到底是谁呢 是在4的左部分呢还是在4的右半部分呢 是就要根据我中序的这部分来进行判例了吧 9到底是位于根的左还是位于右吧 所以在中序当中我们发现9是不是在4这个节点的前面呢 也就意味着应该9是出现在4的左半部分吧 对吧 所以看一下9应该是出现在这个位置上面来的吧 因为对于先序来说通过判断49我能判断出来的根是4吧 根是4之后紧接着9的这个东西我就没有办法问判断它到底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的吧 所以我需要在中序当中去找到94这个东西判断4是根 那在中序来说9在4的前面也就意味着是说9应该是在左边左跟右 对吧 所以9是位于4的左面来的 那你这时候再看对于整个0的这个数的左半部分是不是就处理完了 处理完成之后我是不是要看右边的这个东西了 对吧要看0的右半部分了吧 看0的右半部分也就是说256这三个数了吧 这三个数紧接着看先序边中的数的第一个代表的是根吧 所以紧接着找到的是不是找到的是2啊 这代表的是它的根 找到根之后的话紧接着要靠中序当中来判断一下 这个根剩下的两个数哪个在左哪个在右吧 所以我们发现5是不是在2的左半部分 所以5应该是在2的左紧接着当中吧 这是5 然后紧接着6是不是在它的右半在2的右半部分 所以这是6 这时候你看一棵树是不是就被画出来了 画出来之后你再对它进行后续便利 是不是就能够写出来了 能写得出来了吧 搞费 然后这时候我们来看了 如果说给你的是中序和后续呢 像方式是不是一样的 我现在给你的就是后续了 这是代表的是后续 底下的仍然是中序 这时候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放到一边来 看一下 这时候给的是后续 后续的话就应该是先是左右 然后再是根吧 所以我们现在通过后续 它的最后一个数 是不是代表它的根呢 代表数的根吧 所以移上来 现在后续当中到最后一个节点0 意味着它应该是整棵树的根 找到之后 我接下来是不是又得看中序当中 0分出来的两个部分了 对吧 0分出来的两个部分 代表的是两颗子数 所以紧接着 我又要从后续当中去找到 0分出来的两个部分 73819473783941 也就是这个东西 代表的是这颗树的左半部分吧 562代表的是右半部分吧 然后紧接着再来看了 那对于它来说 它的根是谁 是不是后续在最后一个位 上面来的 所以这是1吧 对吧 找到1之后的话 紧接着再看 根已经找到了 根已经找到 我应该再在中序当中 去判断分割出来的两个部分吧 也就是738 也就是说在前面 783跟94分开 对吧 那紧接着对于前面这棵树来说 它的根是谁 始终从后面找吧 所以找到的是3 对吧 找到3之后 看一下3是不是又把78分开了 把78分开之后的话 那你这时候来看 那你这时候来看78到底位于3的前面还是后面 谁在前谁在后 那也就应该是7在3的前面 8在3的后面吧 是吧 738 对吧 这个地方也找出来之后 紧接着我就要看1所分割出来的后面这两个数吧 94吧 那94之后我是不还得通过后序来判断94这棵子树的根是谁 是4吧 所以把4拿过来 把4拿过来之后紧接着我要再看中序当中9到底是在4的前面还是在4的后面 发现是在前面吧 所以9应该是在树当中的左半部分吧 那这时候对于0的左半部分是不是都处理完了 那我就紧接着要看0的后面这些了 看后面的时候 我是不还得先从后序当中去找到根呢 找到根的话 根是在后面部分吧 所以应该是2吧 拿到2了 拿到2之后 我紧接着要看中序当中分割出来两部分吧 一个是5 一个是6 5在前 6在后 是不是这样也完成了 好